現在手的外置是在高雄的騎經區 通風會不會是... 記者話才說到一半瞬間沒聲音 因為十四級強陣風直接把人吹跑了 有魚蝦的風勢 試著抓起麥克風 但才說一句話 又被狂風吹到原地打轉 緊裝安全帽 彎腰蹲底躲避 但還是被狂風推著走 山脫颱風從高雄登陸前 奇經就開始刮起狂風暴雨 樹葉拘烈晃動 似乎下一秒就會被吹斷 大浪狂捲視線一片雾茫茫 長征風增強到史無前例的 十七級驚人風切狂刷馬路 岸邊破刀凶湧 副台剩下劇烈擺動似乎快解體 再加上初一大潮引發海水倒灌 其實跟著我的鏡頭看 往後面看 迄今是否初一大潮海平面跟路面一樣高 海水倒灌不僅淹到人行道 甚至衝進民宅七樓 水淹到腳踝 機車行駛如同水上摩托車 淹到三分之一了 都淹到底盤了 岸邊道路統統淹水 就算把車停在路邊高處 照樣水淹快半個輪胎高 車內恐怕都淨水了 水都泡水了 完蛋了 滿深的耶 第四滴挖處一度淹到膝蓋 居民眼神死超哀怨 高雄一到三號已經放了颱風假 四號可能再放嗎 再加上週末假日兩天 高雄恐怕一口氣 放了六天的假 無論如何颱風造成災情 就等颱風過境好好 再來清理家園 記得紅布林追王書宏 高雄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